路加福音二章十十一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救世主基督 报给 原文的意思是 好跟使者受差遣的人的合成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传福音报好消息的意思 而大喜的信息 是天使宣告耶稣的诞生 是这个充满悲伤和不安的世代 所需要的好消息 今天世界每天打开新闻 多半是负面的 令人沮丧的消息 所以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需要 听到这大喜的好消息啊 关乎万民的 是这个好消息 是关乎每一个人万民的 不是指给中国人 美国人 或是德国人的 乃是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民族 救主 就是主基督 这里表明 主耶稣降生在地上 有三种身份 第一 救主 就是万民的救赎主 第二 主 就是万有的主宰 就是神 第三 基督 就是弥赛亚 救世王 很多的基督徒 只把耶稣当成是救主 受洗后仍旧过自己的生活 并没有把耶稣当作生命中的主 凡事让主来做主 而不是自己来做自己的主人 在人的一生当中 有什么能够治疗我们的罪疚感呢 宗教不能 学位不能 唯有借着一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不管我们经历过多少的罪 做过多少错误的决定 耶稣是救主 他要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 脱离罪疚 脱离一切的捆绑 这是今天 报给你的大好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